我们来讲一下小鸡泡的操作 小鸡泡的操作呢 我们先把后边的一个总的开关给打开 打开了之后我们这个地方是亮的 然后呢我们先要给客人操作 SE乳液 也就是说整脸的一个软化角质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想要操作哪个就把它引到open 然后拿起来这一个头 把它画上一个大的 头安装好 把所有的水量和负压拧到最大之后 按开始键 用手指堵住 直到这个水流充分的出来之后 把水流拧到中间格 负压拧到2到3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带客人的脸上去操作 开始呢我们先以一个点状的形式 这样去给客人把整个面部沾湿 另外一只手给它涂匀 测漫尝 这样 文莱姆 々我先按说 这一步是软化角质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步 清洁 用拉扯的一个方式向上 用三线提升的手法向上 另外一只手 给它把脸上的一些液体涂匀 OK 现在我们看根据客人的脸上的一个情况 去给它定 那比如说像这位男士 他脸上会比较粗糙 我们可以给他走第二遍 那有一些角落层非常的薄的 我们就走一遍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做额头 也是先按照给它把面部的角质软化 再向上提升 这样去清洁 好,半张脸的清洁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换掉换上小的头 换上一个T区的清洁头 把S1关掉,开始S2 S2里面含有一些水阳酸和乳酸 我们可以镇定皮肤清洁毛孔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量和负压调到最大 也是按开始键 等里面的一些水流充分的流出来之后 我们把水流调到2-3左右就可以了 负压调到最大,或者是有一些角质比较薄的 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微调到小一点 开始,我们现在清洁T区 下巴向上拉扯了 直到唇部向外侧拉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一些脏东西白头已经被我们吸出来 这一步是先给它软化一下 我们再向上进行拉扯 转发一下 enfin 转发一下 雨 雪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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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拉扯到眉毛 因为眉毛的角是比较厚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多拉扯几遍 好,看着鱼头 在那里我们就结束了 第一步清洁已经做完了 关掉 可以把面部的一些 清洁液给擦掉 打开S3营养物质 把这个换到一个大的鱼头 然后开始也是先把它拧到最大 当开始 等出来水分之后 我们把内压和水量都调到中间隔 好 现在我们开始给客户补充银亚成分 我们另外一只手跟上去 把银亚成分给客户涂匀 炒到中间银亚成分为客户这个小时代 我现在就开始用来炒到最大的银亚成分为客户的地方 第二步我们进行拉扯 第二步我们进行拉扯 好我们的补养就结束了 好我们现在给客人导入精华 导入我们这个Smiro系列的一个美白精华 现在呢我们要调下面的一个 我们需要给它调到一个电窗孔导入 上面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标 调到这个里边之后 我们从3开始 能量调到3开始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头去给客人的 去给客人把精华涂匀 地在的客人的脸上 用我们这个去给它涂匀 先不要开能量 好我们开始 现在我们要问客人的感受 有感觉吗 没有 第一步先也是先给客人把精华打匀 之后根据客人的一个承受力度 给它加大能量 然后我们向下打圈 轻轻向外打圈 有感觉吗 没什么感觉 老儿有一天天 现在呢 比刚才稍微强点 但是也不到 每个人承受力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客户的一个 承受力度去给它定 我们现在向外打圈呢 也就是说顺着我们的毛孔打圈 更容易被皮肤吸收 电纯孔导入呢 它也就是说会在我们细胞壁上临时打孔 将我们的营养物质疏松到它的皮下 有点刺是吧 眼睛周围和额头的话会比较敏感一些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客人最后做 然后给他能量调的偏低一些做 然后下一个小时的甩骨 就会 아닌销售 让我们的伤心 就会给我们清晖的oplan词 好吗 对吗 好吗 对嗎 对吗 我们向下滑的时候 要轻轻地向上带着一点力气 上重下轻 好,眼睛周围的话 我们先给他把能量调到偏低一点做 可以吗 再低一点 行吗 可以 好,我们的精华导入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呢 先给他看到了我们脸上给他涂上了一些凝胶 给他涂蜗牛凝胶或者是镇静凝胶给客人去做 蜗牛凝胶呢 是针对大部分人都可以做 那有些人他经常过敏的这种 我们就可以用镇静凝胶去给他镇静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这个调到Y字棒的一个模式 能量也是从3开始起调 我们现在按开始键启动 从下部的位置开始往上做 有感觉吗 有感觉 根据客人的感受 调节能量大小 现在呢 有了是吧 有点 我们先按三线提升的手法向上做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提升的效果 有点 在做的过程当中 客人会感觉到面部有一些抽动的感觉 好,现在我们开始塑造苹果机 这样横竖向上提升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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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也可以给他做一下淋巴排毒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他做到一个腋下的位置 直接从这个这个地方过去到腋下去排毒 可以吗 直接滑动到腋下就可以了 直接滑动到腋下就可以了 好 好 好